欢迎各位来到新冠防疫健康小提示 今天我们继续在2点至3点 我们在这里有一个直播的环节 今天我们来抢到两位非常重要的嘉宾 第一个就是林美玲医生 他是精神科专科医生 也是有家庭医生的林美玻医生 好 欢迎两位林医生 我想问一下林美玻医生 我想问一下 你在过去那段时间 你如何帮我们的市民 我想我是一个社区的医生 其实很多徒工都是这样 第五波 一月大家都好像以往四波那样应对 好像大家都战战兢兢的过渡 但一过了农历年 浪一扣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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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 大家都想不到 一路陆陆续续全部进来看伤口咳的 全部都是中招的 我可以说一路累积 我想现在应该都是两三成我的病人 全部都中了 我想香港也是 大家很多专家估计 而那段时间 第一就应对感染上 我们怎样去帮忙 有些病人是急症的或者嚴重的 我們怎樣去評估 有些是很輕微的 我們都要看看怎樣安撫他在家裡 之後大家一直在做的就是幫他安撫他 或者教他怎樣在家裡處理和減少感染 另一方面就是一些嚴重的我們怎樣去支援他們 以及開始有視障 與此同時我們過去這年來都盡量幫忙打針 如果家長現在要帶小朋友去打針注射疫苗的話 他要注意些什麼呢? 其實兩種疫苗都是很安全和有效的 如果家長總之都自問一下 如果你是想對新冠感染自己有一個比較好的抵抗力 以及可以令到自己的小朋友減少重症入院的風險 其實唯一做的事情就是盡快接種疫苗 這個就是沒有其他東西可以取提到的 也都我們看到是因為現在越變越厲害的變種 譬如現在BA2傳染性是更加厲害的 將來是不是再有一隻更厲害 那你怎樣戴口罩怎樣不去街呢? 一來都未必保護到 第二我們都知道小朋友真的有童年 我們幾位醫生都是 其實我們都知道一個成長是一個童年是多麼重要 他們這幾年已經是這麼辛苦的過了 接下來是不是還要多幾年是這樣呢? 那我們都希望有一個突破 就是讓每一個小朋友都有一個保護力 我們早半年前我們都還未承認小朋友打針 但現在是承認了 承認了我們還要等什麼呢? 這個第一你要考慮 就是只有打針你才可以製造到過底抗力 除非你就是中了招 我們只要中了招 就千萬不要說什麼搞Party 或者是中了就算了 當然現在中了就唯有樂觀面對 希望你就是康復得完全 但是因為這個病毒入了身體 都是全身走 我們都很多有不同的器官 或者場面有什麼影響 其實暫時都未知 所以我們無論如何都可以 不要讓他感染到自己 而且就算感染到我們都知道 可能三個月半年 他都會再感染的 又或者有新變種 也都沒有抵抗力 可能抵抗力大跌 所以唯有就是 希望現在最好的疫苗 你就先打了 我們今天我們想把所有的家長 或者小朋友 他們所有的疑惑 我們希望可以藉著兩位林醫生 我們就替他掃走他 我想問林美玲醫生 其實在這段時間那個震撼 會有什麼不好的後果 是 其實呢 那個震撼是大的 就是後醫生 剛才林醫生都跟他說過 因為我猜 我們香港人 經過一二三四波 四波之前 如果大家記住 十二月中央的時候 還很高昏昇平 差不多我們由天堂 幾天之間就變天了 下來 其實呢 我們面對一個突然其來的改變 很多不確定的因素的時候 其實很容易 和人會產生一個情緒的困擾 例如我們會出現一個壓力的反應 例如有時候我們生理上 可能覺得心跳加速 有時候手心冒汗 或者血壓上升 有時候覺得很局促 因為我們戴著口罩 其實固然知道 現在一個兩個 或者N95 其實當然是局的 不過其實有時候 當你一個人面對壓力的時候 有些黑腎上線 就是那些標升 其實個人都覺得局的 當然心理裏面 個人睡不著覺 覺得專注不到 其實很慢緊 或者我們肌肉那些 又覺得很慢緊 所謂到一個 我們叫做 逃亡的狀態 或者叫做 Fight and Flight Response 那個人就出現 所有這些情緒的情況 當然如果持續的時候 有機會都形成一些 所謂的焦慮症 和憂鬱的情況 所以我亦都在這段時間 我相信我們 林醫生、卡林醫生 我都見到很多 在社區裏面 很多人都很困擾 所以都很擔心這個情況 我們看到 在外國來說 真的很多人 有很多的反抗性的情緒出現 香港人算是很乖 戴口罩我們真的要戴 政府叫我們先洗手 我們真的要先洗手 其實香港人是否頑強些 還是我們真的特別乖呢 如果大家都會認同 其實我們香港人 通常說 過了這麼多個波 其實某個程度上是乖的 所有指令 就算不喜歡都會做到足 可能因為我們經過 十九年前 沙士的洗禮 我們試過大陸部罩做 我猜過一種無奈和無助 就是我們什麼都做了 但是第五波都來了 但是當然我們說 有時候有些事情 真的突然其來的時候 就會令到我們很多 不同的反應 所以我想整體來說 香港人是乖的 不過正如說了 林醫生 侯醫生我們都說 我想打針這件事 我們是要追趕的 尤其是現在這樣 我猜是這樣的 OK 林麗寧醫生 我也知道你是在 這個COVID進入到 我們打這個持久戰的時候 也是幫了手 處理很多病人的情緒 你在你日常的工作上 你對於新冠病人 對於你的工作上 有什麼改變呢 其實呢 說真的 疫情最嚴重的時候 就是最嚴峻的時候 其實我的診所 我們的人流是少了的 這件事都理解 因為就算那些人 有情緒的問題 他怕得都不會這樣出來 當然我們有時候 就會先視像地看著他 但是呢 我們預計了 其實定一定 其實那個 cases 會越來越多 那這件事 其實你看回香港本地的數據 例如去年的精神健康月 那時候出了報告 其實這兩年的疫情裏面 general speaking 那個焦慮和憂惑 是多了很多的 但是呢 不要忘記去年的精神健康月 出的報告 它還要在一個 第四波最平均的時候 即是那個數據 搜集的資料 那個全民那裡 就應該是去年的summer 如果去年的數據都是差 那現在我猜 那個精神健康的數據 是一定會再差一點的 那我預計到 其實呢 我估計很多人 是有個情緒的問題 那我在說 其實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們今天 好像後醫生 很有心 和我們所有很有心的醫護人員 其實我們香港 是沒有試過一次 短短一個月之內 是走了五千多人 那我猜呢 有五千多個人的家庭 其實那些grief 就是所謂那個悼念 其實是未ready的 未ready的意思就是說 怎麼說呢 可能很多是老人家 你根本沒有機會 見到老人家 那又走了 也都很急的 就是大家知道 那當然大家看到 這個場面 就是我們看到急症等等 那些場面 其實都是令到人很擔心的 那我猜呢 其實肉口 就算過了這一波裡面 之後接下來 我猜那個 就是某種程度上 那種 一位的情緒 創傷呢 其實都是後 新冠之後 我們可能 就是如果過完第五波 可能都會處理的 那當然在最嚴峻的時候 他就說後醫生都問 那其實 就是相對 阿林醫生 他們就接觸很多 就是大家都說 後醫生都是 你們就接觸很多 真的會感染的人 那相對呢 我們看精神波 其實大部分來見那些 都不是真的有病 有感染的 那但是另外一件事 我們都見到 社會的氣氛是這樣 那我們在想著有些什麼可以做呢 那也都有一幫 就是從事精神健康的人 那我們想著呢 真是很有心 他覺得在這段時間 那我們都要出一分力 那就很急的 很快了 那也都有 不同的體體幫手 就做了一條熱線 那是可以被人 打電話上來聊 那就完全是免費的 就是一幫專業人士 當中有精神科醫生 心理學家教育心理學家 教育心理學家 counselor nursing counsellor 還有nursing的同事 那就是免費談的 那如果再談了之後呢 第二個街梯呢 就是我們都是用一個 就是一個支援模式 就是一個step care approach 那第二個街梯呢 也都可以找職業人士 那你可以zoom見 你直接見都可以的 就是面談都可以的 如果你想的話 又或者在電話 再跟進 我們務求就是 在這裡最嚴峻的時候 就是我想我們每個人都是 就是不同的崗位 有什麼可以做到的 那希望大家一起共同 就是到那了 那一起希望戰勝這個疫情